老年人的骨性关节也多出现在膝关节、髋关节、环关节还有肘关节这些大关节上,最重要的症状就是活动时疼痛,一般情况下休息以后会好转,而诸如炎症、肿瘤等其他疾病,休息时也会疼痛。 我们在美诊的时候,遇到老年人膝关节疼痛,最重要的询问体症状,膝关节走平路和上下楼梯的时候疼痛是否有区别? 回答外,上下楼时疼痛明显,或者只是上楼或者下楼疼痛下重。 询问双下肢或单次肢体是否有放射性的麻木,从臀部一直疼痛到小腿外侧和小指尖,回答是无麻木不是。 询问小腿是否会出现打软腿的情况,早晨起来的时候是否有僵硬? 回答,偶尔会有膝关节发力的情况,早晨起来膝关节相对较僵硬,当然也有部分病人没有这种现象。 询问老人下蹲上厕所的时候是否很难站起来,会出现疼痛? 回答是的,询问是否只有在活动的时候才会出现疼痛? 休息的时候或者夜间睡眠的时候都没有? 明显不是,回答是的,如果符合以上条件,我们首先就考虑是骨性关节炎,来进行X光照片检查。 最常见的当属悉关节骨性关节炎,又称关节蜕变。 最新的理论认为骨性关节炎是由三种疾病合成的,一股关节蜕变,二股质疏松。 三级模型综合症,保守当中,首先就是休息为主,改变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,比如哨爬楼梯,哨顿,上厕所时使用马桶等,避免去跳舞,打太极拳等长时间下蹲运动。 使用药物,一般情况下使用肺栽体类抗炎药,增加抗骨质疏松药,植物热敷,按摩,使用MG葡萄糖糖片等促进关节软骨修复。 必要时可以使用玻璃刷内关节腔注射,帮助关节润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